有研究指出 每50個青少年當中 就會有一個環有脊椎側彎 香港好像越來越多小朋友有這個問題 究竟為何會有脊椎側彎呢 通常脊椎側彎 很多時在脊椎發育緊的青少年 和兒童身上發現 脊椎側彎是指脊骨的左右彎曲變形 通常胸最向右彎 要最對向左彎 這個時候除了彎曲之外 很多時也有高低薄 寬骨不平 和肩甲胃一面比較突出 除了影響外觀和自信之外 很多時變形脊骨會容易紮到周圍的神經線 甚至是中樞神經 令肩頸痛和脊骨的肌肉無力 所以也會建議家長 每半年帶小朋友 去脊椎裏做脊骨檢查 去確保他們的脊骨是健康的 B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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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lert MINGUNE